新台宇宿主席,一般人的骨粮,在30回至35回,每次最高峰 虽然骨子就漸漸流血,骨子的发生率也都在贴身 所谓在增加高年化的时代,骨护的背景是一项重要的抗体 现在因为整个社会它是走向一个老年化的社会 那年纪大了之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骨子会变得比较不好,比较疏松 所以在年纪大的老人身上,当骨子比较不好的时候 只要一跌倒就非常容易发生骨折 那包括说像手腕,像宽部,像脊椎都是容易发生骨折的地方 那一旦发生骨折,不管是对于家庭,对于我们的社会都是相当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照顾这一群病人也是目前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因为有不少老大人,为了安全的过路,没适合一般的传统企业治疗 新台宾,到达婚姻最近就应激骨头灌浸的技术,提供白环一个很好的治疗算折 这群骨头灌浸的治疗方式,抗水水,安全性管 而且可以多大减轻白环来疼痛 这群老大人来治疗骨头和治疗的顺畅 骨头灌浆的话,它一般就是不用像传统手术这样 需要一个大的手术伤口 我们只要利用穿刺针,在手术房里面,在X光肌的导引底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穿刺针,穿刺到脊椎的嘴体里面去 那到嘴体之后,我们再把这个骨髓泥灌到这个嘴体里面 它就可以提供我们脊椎一个稳定度 那改善病患的疼痛的情况 那因为它是在X光肌的导引下去进行 所以相对来讲,它是一个蛮安全的一个方式 比较不会说去伤到我们的神经 新台语書表示,因为抗水洗,而且骨头水泥只要保典筋 对待会计划,固定骨头 所以变化尽进入会计划进行的生活和外地凌励 接下来,以免为蔡王博德